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Podcast频道 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 收听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透过民众的捐款 独立媒体才能够走得更远 更好 做更多的报道 跟更深入的讨论 我们在节目当中 事实上谈了蛮多 有关于原住民族的议题 不过我们谈到的议题 大部分都是跟 这个歧视是有关 例如说我们在前一阵子 谈的中一中的议题 也谈的在云林曾经 办了这个 颜世奇开台展览的 等等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除了 谈到原住民族的议题之外 其实我们也谈双语教育 那我们在谈双语教育的时候 也特别指出 如果只是重视英语教育的话 可能会去排挤了 某些族语教育 或是母语教育学习的时间 所以这两个议题 其实刚好在我们 今天的节目当中 都会一起来谈到 今天来到的地方是阿里山的 阿里山国中校 那在这里其实我们知道在从2014年开始 就是教育 实验教育开始入法 那也看到了有些学校开始来做 这些相关的实验教学 那特别是在一些原住民族的学校当中 可以看到他们会强调这个所谓原住民族的主体性 以及原住民族相关文化方面的这些学习的过程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头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阿里山国中校的这个张涵云主任 来跟我们一起聊天 张主任你好 老师好 对 我刚来的时候才知道 我原本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应该会有一个阿里山州族的朋友 会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结果其实不是 是 您不是原住民的朋友 我就是汉人 OK 是汉人 那为什么可以来这里教书 我就是104年考国中的教证 然后分发到这边当音乐老师 对 所以当音乐老师也要再教一些文化的课程 我刚来接触文化主要是 因为我要带合唱团 所以我要跟老师们学习歌谣 然后还有可能一些简单的主语的部分 那我这样我才有办法在课堂上跟孩子们互动 对 所以习惯吗 就是你不是汉人 然后你要学歌谣 然后你现在好像也是负责 这个学校的实验教学文化课程的主任 对 习惯吗 我觉得就是做中学 就是做中学 所以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 或者是有一些 当然一定会遇到困难 第一个我是汉人 我对这边文化了解 基本上是零啊 对 就跟我要去讲什么德文讲法文是一样的道理 那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新的挑战 我还没有来报到之前我就知道说 我的任务会是要交合唱团 OK OK 那我接触了之后 我觉得 其实不同文化 对我来说是很迷人的 我很喜欢 那我也是很用心 或是我觉得我也 很愿意尝试去了解在地的 一些文化的特色 那我也可能跟着老师学周语 或者是学习周的文化等等 或是我也愿意跟老师们上山去走走 或是在部落踏查 那我觉得困难点就是说 我可能没有办法像 原来的周族的小朋友 那么的去沉浸是在他的文化当中 那所以对我来说都是一个 全新的学习跟挑战 对 所以会比周族的朋友更懂得周族的文化吗 欸不敢这样说 但是我觉得我是 至少我来了第八年 我觉得我大概 在大致上的轮廓是可以清楚的 但是很深的内涵 我可能还有带时间去努力 这样 我想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过程 虽然我们在谈的是 这个族语教育 或是这种部落的文化教育 可是对于你来讲 你本身就是先被教育了 或是先在这个做中学的过程 对 所以你就后来也负责了 这个学校的这些所有的文化教育 对 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学校有这种实验教育 然后为什么会去开始做 这种原住民族的实验教育 实验教育又是什么呢 我们107年是做原住民实验教育的筹备期 然后108年就是正式实施期 那我们今年是第4年 对 那为什么当初会做这个实验教育呢 是我们的前任管校长 他觉得 周族人很少 那周族的文化更是 等于说 快要变成断层式的 失传了 那他觉得很可惜 那像学校其实是部落的学习中心 不管学什么都是部落的学习中心 所以他希望可以在学校营造一个 给孩子 可能给社区的家长 给社区的人士一个 算是沉浸式的周族的环境 那也想要证明说 其实原住民的知识是有力量的 也是有他的价值 而不是空泛的说 他就是一个古老的文化 那我们就是 就是让他就可能随着时间流逝等等 那学校端会觉得蛮可惜 所以因此那时候官校长就决定 我们学校从国中小 就是一起转型进入实验教育 那实验教育又是什么 其实在实验教育三法入法之后 教育不给我们很大的空间 那我们是属于学校型的实验教育 那但是学校型的实验教育 他必须要有在一定的框架下 那刚开始前一期110年之前 是规定12节左右 就是三分之一的结束 是要在原民文化这一块 才能称作原住民文化的实验学校 但是今年111年 学校可能有听到一些学校反映说 课结束太多问题 所以我们下修到8节课 所以等于说一个礼拜只要播8节课 做我们的回应式或沉浸式 或是不论任何方式 就是我们写计划 课程计划给原民会让他省 那通过我们就可以 照这样的方式去实施 那所以这对我们的课程来说 除了是实验性质之外 我觉得更大是给我们一个 弹性的空间去运用 那也可以给孩子更多 觉得不同的学习机会 这样 这个也就是说 这里事实上是从一个政策的角度 然后开始有这个所谓的实验教育的 这种教学的法律 然后也让你们开始有这些资源 那在这之前 学校有在教这种所谓的州族的文化 或者是有些教学吗 有 那像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会比较像是 申请原住民族特色社团 那我记得是106年的时候 我们有申请鼻笛社 嗯 鼻笛社 OK 就是我们州族的双管鼻笛这样 对 那那是一开始 然后我们或是我们会在 班周会或是社团课的时候 我们会请外聘老师来上 一些比如可能陀螺啊 或者是手枪 或者是赶鸟器等等 这种比较传统的童腕 那也可能会请齐老师来说故事 但这些都是比较是算 不是 不是那么系统性的 就是可能是偶尔这样子 那那时候是觉得 有这样子的课程就还蛮棒的 那像周语的话是一直都有在上 因为以前是规定 也以前没有规定啊 我弄错 以前就是我们都会上本土语嘛 那一节上明南 一节上周语 对 那现在是因为我们变成校本 的课程关系 所以我们一律就是上周 OK 这样对 所以其实有这些 录法之后就比较系统性的这种教学 那资源相对之下会是比较丰富 当然因为像入法新之后我们有远远会的补助 所以我们可以外聘文化指导员 那他其实就是我们学校算是 支援教师的一群 对那他对我们在文化教学推广上面是非常的有帮助 因为如果你看像我来教学的话 可能不会的就要不懂的 或不懂的就要不会的 这样子就有点怪了对 对那所以文化教师会在我们备课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就是他会让我们大概知道课程的架构跟方向 那我们会再从里面互相配合说 老师说可能教这个主题 然后举例好 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教这个柔皮 那老师会告诉我们说柔皮的过程什么的 那我们老师在转化成教案 或是转化成教学步骤 我们再告诉老师说 因为我们老师有教学经验 但是文化工作者他们有教学的底蕴 所以我们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就少了一环节 好像都少了一些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资源 那再来我们还有专职主语教师 像现在因为很流行 不是很流行啦 就是这词不太好 就是像现在的因为本土语有入法嘛 每一年级有一节课 那很多学校找不到周语的师资 那我们学校就很棒 但是你就在周族的部落里面 对所以就 周语的周语的师资 对对没错 他是专属我们学校的专任周语教师 对那有一些像周语师是很缺乏 所以像我们的 足语教师他都还要支援一些 什么线上共学 国教署的线上共学 或是什么什么的这样 虽然支援比较多 但是可能也会有很多人担心 那原本就要上很多课 那上了这些周族文化的课 这些足语的课程 那原来的课怎么办呢 会有一些排挤的作用吗 我觉得在国小端这件事情很不明显 就是家长普遍都是觉得说 多学多会 也是觉得OK 所以家长会觉得 国小的家长会觉得 比较乐意要来学习这些东西 反而很多汉人的学生很乐意 对 那到国中端又不一样了 很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国中端在台湾 被赋予的就是所谓升学导向 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任务 那我们国中端常被这样质疑 就是说你做文化教育 那我原来的课呢 但我必须说原来的课一节都没有少 这包括汉人跟原住民 周族的小孩也都 他们家长也会有同样的反应吗 都会 那因为嘉义的升学模式 大概就是尤其在我们这里啊 就是会把习惯国中 把小孩子弄到嘉义市去读书 觉得比较有竞争力 觉得留在部落好像 人又少啊什么的 但其实我并没有觉得 留在这里竞争力会输给别人 我觉得其实文化的竞争 跟你的学习方式是会有影响 我举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小朋友的妈妈 其实就是我们的竺云老师 她说她当年把孩子留在这 她觉得是正确的选择 那我对我怎么说 我很好奇啊 她说因为前面几个大的 国中也都是送出去 那个时候还没有国中校 我们本来是相邻国中嘛 后来废校才跟乐野国小合并 变阿里山国中校 那她觉得孩子在外面读书 青春期的孩子难免会遇到一些状况 那有时候知道说都来不及处理 对然后 那她就觉得那小的留在身边 试看看 确实有遇到一些问题 那妈妈也蛮能及时去处理 但是她说她觉得最大的改变是 她发现孩子可以有 我们说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嗯 她会想要尝试去解决问题 在做东西的时候 或者是我在听东西的时候 或者是我在多一些别的刺激的时候 我会用脑袋去想说 嗯这如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那她在适应 像现在她去念家中 适应的状况也都不错 那虽然可能成绩不是那么的顶尖 但是至少 她知道说 哦原来 外面世界跟我是不一样 我反而更愿意去学习 而不是说我读完了 然后我就读不下去 我就回来山上这样 不会 我觉得这蛮有趣的 就是我们传统教育里面 虽然一直在强调所有的做中学 或是强调问题导向的教学的模式 可是那个问题 常常是一个设计出来的问题 而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证实面对到的问题 而从一个文化教育来讲 一个人的文化的 进论或是接触越多 他的语言的学习越多样 事实上他思考的模式也会很不一样 所以这也会使得他有比较多的文化刺激 也让他有更多的 去面对问题的能力吧 我觉得我目前看到的会是 因为譬如说 当我们在做一个用刀具的一个 譬如竹杯好了 我们要用刀子嘛 那用刀子不可能就是 切下去就好了啊 那我是不是要想办法让它是圆的 那我要让它是圆的 我要怎么去削 我老是告诉你说 那你就这样啊 你就这样啊 可是这个这样又是怎么样 那是不是得靠我自己的脑袋 告诉自己说 我是不是要多试几遍 我的角度要怎么样切 或是我的力道要下多大 这就是一个 我觉得才比较符合 所谓做中学的 跟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们 十六年国教不是在讲所谓素养吗 其实素养是不是就是 有知识跟带走的能力 那我觉得我们的文化课 其实是很符合 这个所谓素养导向的一种课程啊 对 我以前看过圆明台有个节目 说科学小原子 我很喜欢那个节目 那个就是把科学教育 跟原住民族的一些传统的文化 或是记忆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说我们可能在学校里面 会上科学的课程 例如说这个可能是这个 各式各样的物理的关系啊 可是你拉弓射件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物理的原理 那在那个过程当中 它会告诉你怎么去做一些判断 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些数据上面的知识 所谓的科学上的知识 可是这科学上的知识是 你跟生活里面的知识是结合在一起的 你反而会从你自己的族语的教育 族语的文化里面 去找到那个科学的关联性 可是我们常常很多的家长 或是有时候我们的想象 就会觉得说做这个可能没什么用 你好好把物理学和数学学好 可是殊不知我们生活里面 就充满了数学物理化学这种科学教育 没错 老师那我想举个例 就是我108年的时候 有带小朋友参加那个 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传统狩猎比赛 那我们有帮孩子养一只猪在学校 然后因为他们是练习要抓子爬腹重 然后还有升火啊 什么越野那类的比赛 那其实光升火这件事 其实是大学问 那可能我们在书本上看到 升火就是那样子嘛 那可是书不是他们 他告诉我说啊好简单哦 结果去升的时候 20分钟都还升不起来 40分钟都还升不起来 对 然后才发现说原来叠木头 叠竹子 火要怎么放 要怎么营造那个空间 都是一个学问 那跟书上说的也许 书上说的好抽象 但是我们实际去做一遍就知道 温度啊湿度啊 然后空气的对流 那个是什么 听不懂 听不懂 可是你实际去做就发现 哦原来我那个木头叠叠起来的那个空间 原来才是要营造所谓的对流的空间 这时候就知道了 就不会说 嗯对流是什么 这样 对啊 所以我觉得动手做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是一件 绝对可以学得更多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们现在把这个事情讲得很好 很美好 可是实际上面是不是这样 我想说可能包括例如说刚刚谈到 到了国中 那他们可能就会考虑到升学 所以大家就直接离开部落吗 还是在这里其实在学的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的拉扯会有很多的抗拒 或者说哎 老师你不要教那么多吗 还是要好好的把数学国文英文 把它教好就好了 不会 不会 我们小朋友不会 但是家长会有这个考量 会还是会担心说 嗯是不是学科方面不够好 或者是我应该要多读或怎么样 那在文化课来说不会 我们孩子不会觉得他是少学的 或是什么 他是觉得那我就是我的课啊 对 对他们其实学的还蛮不错的 嗯 对我觉得整个状况看起来跟 有时候请他们过来聊聊 也都是还蛮OK的 嗯 对 不过可能还会有一个困难点 就是资源的问题 虽然刚刚谈到当他入法之后 教育部也提供了一些资源 甚至在法律当中也规范了 应该要上多少节课 那会有比较系统性的 这个支持跟规范 可是实际上可能会面临到的是 例如说到底有没有这些老师 例如说我们看到主任就是一个 汉能老师来负责这一堂课 嗯 可是其他的老师怎么办 或者是有些既有的相关的在地资源 他到底能不能够去做一些协助跟支持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请教张老师相关的问题 好现在是这个阿里山国中小下课的时间 你可能就会听到这里有鼓声 然后有小朋友的这个打球的声音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校园 而且这个校园不只是学生很活泼很热闹 其实你看到这个校园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这种图画壁画 而且还有趣的是在楼梯上面都可以看得到每一个阶梯 都有这个中文 然后也有足语 那来或者还有包括英文在里面 其实看到这个里面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多语教育的过程 那在这个楼梯间就会看到这四面都是壁画 而这是周族的非常重要的传统的故事 接下来我就要请张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壁画到底跟我们讲的什么样的故事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阿里山国中小张涵云主任 那我今天要替大家讲周族的大洪水传说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只大鰻鱼 那在当年就是它堵住了溪水的这个河口 导致它的水位不断不断的上涨 所以周族人被迫一直迁移往御山上面往山顶 那到达山顶之后呢 族人发现没有办法为生 那怎么办呢 所以就很多很多的动物分别去取火 那最后取火成功的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也是周族的神鸟 台湾蓝雀 那蓝雀成功的把火带过来之后呢 周族就可以在御山生活下去 但是鰻鱼的问题也不能不解决啊 所以这时候大螃蟹 也就是这一只大螃蟹自告奋勇的 去夹了鰻鱼的肚脐 那它很痛 所以它有翻滚 翻滚的时候水就退了 那周族的人就因此慢慢的 可以往山下原来的家做迁徙 那这就是周族的大洪水传说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有Podcast频道 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的报道跟访谈 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我们来到阿里山国中校 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学校 其实还没有到奋起湖 所以但是你就可以看到 这里有很多种茶的茶笼 也会看到这些 一路走来会看到很多原住民式的建筑 当然阿里山国中校我们来 绝对不是要来跟他谈谈这个建筑 或者是这里的产业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谈的是 这个在阿里山国中校里面的实验教育 今天在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 是阿里山国中校的主任 张韩云张老师 张老师你好 你好老师 我们刚在上段的节目当中有提到 这个讲起来好像很美好 可是在实际做出来的时候 可能家长会有不同的看法 当然家长在不同阶段 可能对他孩子的担心 或是面临到这个社会的竞争的压力 我觉得会希望能够多读一些 在所谓的正规教育里面的这些知识 应该是蛮正常的 因为这个就是一种竞争力的提升 对很多的家长而言 可是另外一个可能会出现的困难 可能就是这种实际上面教学面临到的问题 例如说师资 例如说教材 我们知道有些的原住民族 他事实上是没有文字的记录 那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部分 会不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或者是在做这种族语教育 或者是在做这种文化教育的时候 教材它是什么东西 怎么去找到这些资料资讯 那我想先回应老师的是 主语教材的部分 那主语教材因为现在布定有 所谓的九阶教材 那原则上学校端都会是以九阶教材为主 那老师可能会再透过不同的方式 去做补充可能影片 或者是我们生活中的歌谣 或者是一些祭典的说法等等 这样子额外的资源再去提供 那目前都还是以九阶教材为主 那文化课程就对我们来说就相对比较难 因为他就是从零到零 对 周祖是没有文字的 是直到近代才有所谓的罗马拼音 然后帮忙去教会 对对对对 那但有了这些文字记录之后 其实很多的所谓比较深度的文化 可能因为随着老人家的离去 或者是年代的久远 甚至也都还没有办法去保存下来 那因此我们所能得知的文字的记录 其实也还是有限的 那口传就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当我们要做文化教育的课程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我们当然是要去知会我们的头目 然后我们大家长嘛 那再来我们就是要寻求长辈 或起老长老等等的这一些 或社区理事长等等这些资源的支持 那有他们愿意进入校园内进行文化传承 这样对我们的教材来说才是有正面的注意 跟我们才有办法去做正确的撰写 那当然所谓的撰写不是说一搞就OK 我们是不断的在上课中做滚动式的修正 那像我们会在小学部会在每周三下午开备课会议 对那我们国中是礼拜一 因为国中真的没有所谓半天的教室研究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在礼拜一 然后会讨论一下我们下周或是下个月 我们要上什么样的课 那原则上会先把一个架构由文化师去 呃就是框出来这样安排下来 那我们再就这个大架构下去写一些简单的教案 那在里面再加深再加广 那是经过这样子已经到第四年才有比较 有算是比较有系统的去执行 那我们国中这边会遇到比较多困难 是因为国中有新生 外校的新生 那等于他 所以原来不是在这个区区里面 从别的地方过来读书的新生 那也有可能他是汉人 那等于他对文化的先辈知识是零 所以变成我们国中可能又要从零 有一些从零开始 那有一些孩子他不是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学校目前还正在要去解决的问题 跟希望可以达到双赢的一个设计的方向 这样子 汉人的学生你怎么去看待这个足语的教育 或是文化教育呢 会觉得很新鲜吗 还是觉得说我干嘛要学这个东西 我觉得看孩子的特质 还是要看每个人不一样 对大部分都是觉得就跟着学 小部分的孩子就觉得 学这个要干嘛 会啊 也会提出质疑啊 就会说我干嘛 我又不是周祖这样 我们当然还是跟他说 多认识别的文化 是你一辈子最珍贵的事情 对 我们常会去很多地方去做文化体验 是啊是啊 可是真的要让你来学这些事情 好像有一些门槛是跨不过去的 对啊 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吊诡吧 就是很多现在旅行团很喜欢来我们这边 做那种深度 什么周祖三日体验 对对对 那我们的孩子根本不用花一毛钱 就每天都在沉浸室 他们还觉得 诶 我干嘛 对 外面人画的大 白花画钞票说我要体验 我们这边孩子就觉得 太稀以为常 我就觉得有时候其实看来觉得可惜 那怎么跟孩子这样的孩子沟通呢 就是他的确嘛 就是我学这个干嘛 那干嘛学呢 我在家里面可能有 就是说如果是周祖的孩子 那如果是汉人学生 这就是另外文化 我的课意已经很重了 我还要再多学一个东西 我这样会不会浪费我的时间 怎么跟这些人沟通 我会跟孩子说 我们就是住在大阿里山乡 OK 你一定会面对的就是周祖人 你走出去就会遇到周祖人 对 你就是要多了解他们 多了解绝对不是损失 绝对是对你有好处的 绝对是对你有帮助的 绝对是对你有帮助的 就像我们去学英文一样 他会开拓你的视野 学周语也是啊 因为就是在我们的环境当中 就是这些文化 你需要去认识 对 所以不同文化 事实上不是只有 不同语言不是只有语言 当然 他事实上是一种世界观 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 对啊 一个人他就是应该有多样的世界观 是 我觉得我们可能是所谓的过来人吧 比较会讲这些 可是如果从一个当下 还是在学习的时候 其实未必会做这样的一个思考 刚才我才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在阿里山国中小 没有一个是原住民族的老师 我们有原住民族籍的代理老师 代理老师 但是并没有正式老师 那有周族的老师吗 诶 就都是代理老师 都是代理老师 所以也是由这些代理老师 来上这些文化的课程 还是你们会找这些的 这里的齐老 或是这些的文史工作者 或者是一些长老头目 来上这些课程 嗯 我们需要编辑是这样 国小配两位文化指导员 国中配一位文化指导员 那原则上这样子类型的课 会请文化指导员 帮忙授课 那有一个协同的教师 那原则上我是会排 周族老师优先嘛 那再来是可能班导师 我觉得这样陪伴孩子 会有比较 比较好的一个过程 也比较有这种陪伴的感觉 不要说好像是 老师就进来看这样 嗯 那导师怎么来 师师怎么来 您是指 这些文化课程的老师 我们在地的青年啊 或者是有意愿的 骑老长老等等 那我觉得每个老师 一定有他自己熟悉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小学的文化老师 可能有一位他很熟悉的是传说故事 嗯嗯 那 当他遇到他要上可能柔皮的课的时候 我们就会需要外聘的长老来支援 嗯等等 那像我们国中老师如果他要上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上粉肯 那也是可能需要一些外部的社区人士 来帮我们上农作这方面 因为毕竟现在的老师跟孩子们 我们对于农作都并不是很擅长 嗯对 这会不会有一些教育部的一些规则啊 就是例如说什么样的资格 他才能够去上上这些课程 因为有时候教育部规范蛮多的 在大学教书 嗯对 实验教育没有 实验教育是没有 所以他就是相对之下是一个 比较开放的一个流通的实施的来源 对 因为如果你去限制老师的 比如说学历啊 你可能要大学毕业 没错 这样找不到老师 很多期老没有念大学啊 对 但是 呃 或是说他可能没有去考什么 主语认证啊 但他其实讲主语 那他不需要考主语认证啊 他不需要那是他母语 就像我们国语不用去考认证是一样 所以就变成说 如果你设这个线的话 那会损失很多老师 而且甚至找不到老师 嗯 所以这方面也会给我们很大的自由 JV有给我们很大的自由 就是 学校认可的就可以 但是我知道就是现在也会有在推 所谓期老认证制度啦 哦 期老认证制度 对对对 呃应该是过一阵子 就会再出来了一个新的 所以要认证一个人是期老 到底要这么认真 哦 摊他的可能著作啊 表表 学术表现啊 或是他的 有没有什么样特殊的工艺啊 或等等 就是他有很多种草案 但是学历不在 嗯 不在其中了 是是是 刚谈到很多同学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应该讲说特别是家长 会担心说 啊你学这个 对以后的升学就业 会不会有一些帮助 那但是 但是我们当然是一个比较理想来讲 是不会 可能不存在这个问题 可是回到一个现实 他去读高中了 嗯 他会有人觉得会不会跟得上吗 或者说去读高中了 这个问题是 对他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我觉得呀 其实到高中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也是跟不上了 20年前的时候 所以 你说20年前跟不上 所以现在也是跟不上 多半都会有一点状况 就是 我举英文好了 因为英文可能国中 是被2000单子吧 我记得 那到高中是不是变成 6000吗 还是7000 但这4000的差距 怎么补 自己补啊 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状况啊 对那 我觉得这些课 嗯 不会去影响他的所谓的 正常 国音书设置的教学 但是我觉得 学文化课是一种 态度 跟认识自己 甚至 能期许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的一个很正面的课程 因为 当唯有你认识自己 肯定自己的时候 你才能更有自信 那你有自信 你才有办法 去做 也许你能力不到 但是我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这样子 嗯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可能有些的学习 本身在 部落的资源就是不足的 所以 嗯 有没有文化课 他还是不足 我觉得学校端 不会不足 嗯 但是 因为我觉得 学习是亲师生嘛 嗯 嗯 我觉得可能在有一些家庭的部分 稍弱了些 嗯 或是可能我们地处比较遥远 那以前没有那种所谓的 什么远距教学的话 嗯 我觉得 多少还是有一些 差距 但是我 我只能说 在学校方面 不会有差 嗯 回到我们一开始谈到 这些文化的教育啊 或者是这些传统的教学 你有提到一个叫 回应式的教学 嗯 回应式的教学是什么 就例如说 我们今天 我不知道跟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会不会有关系 那 假设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这个 应该是一个皮剑 这是什么 飞鼠 三腔皮 哇 我第一次摸到三腔皮 好 对如果我们要做一个三腔皮 他有什么样的回应式的教学吗 或者是 小朋友怎么样开始去学习做这个三腔皮 三腔皮一开始 我们会从狩猎这件事情开始讲起 嗯 那狩猎 所以不会一开始就直接做手工 而是会从狩猎这个 幻界开始谈 对 嗯 这个是后面的 我要有东西回来 我才有东西去揉皮 嗯 那 直接讲狩猎的过程当中 我就要讲很多 地庭 地貌 天气 天文 等等 或者是一些你要去观测 你的路边有什么植物 啊 或者是足迹 动物的路径等等 你这些都是请专业的猎人老师来教 嗯 那其实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自然课很像啊 自然课不是要观察地貌吗 嗯 地球科学不是要去了解 什么是什么成岩 什么火成岩 什么 什么夜岩的 嗯 那我们会带孩子出去外面看 嗯 直接就去看 不用看那个一颗一颗那个标本 嗯 对那 地形 去踏查也是 啊比如说我可能看到的是山地啊 什么是丘陵 什么是陵线 啊我怎么去看那个等高线 我现在位于哪里 嗯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要去狩猎的地方 嗯 或是我现在狩猎的地方 我的 直批是什么 比如说可能是山木 啊可能是 风树 啊或者是可能是龙眼木等等 各种不一样的 如何去分辨方位 的这样也跟童军有关系啊 嗯 对那 那我也想再举一个文化回应式的例子 是说 嗯 像我们做科展 嗯 那我们这次是做酿酒 喔 酿酒就是他们 祭典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嘛 对 那我们就是在测试说 我要用怎么样比例啊 或是我要怎么样去发酵 或是我的米怎么样处理我的 糖或什么之类的 口水 什么的去做 不同样的实验 那就让他们去做 生活当中会看到的东西 可是却用在课堂上 到底可以怎么去呈现 这样子 那像 或是像我的课 那因为我 上艺术乐舞 就所谓音乐课 我们在叫艺术乐舞 那也许我上的 可能是课本的原著民族音乐 但是我上的就不会是别组的音乐 我可能就会拉进来上我们周族的音乐 我把它拉成一学期 去介绍我周族的 以前从什么时候开始音乐形态 慢慢日据时期 光复之后到现代等等 这样子的回应式的方法 等于是希望把这些课程 能跟他们的生活去做连结 这就是所谓 比较是回应式的教法 要不然 有时候课本看好久 数学就是那些 好像跟我生活无关 对 就比较没有学习兴趣 那我觉得能跟自己生活连在一起 他们就 至少比较有学习动机跟意愿 我觉得这很好玩 这整套 是一种整套的学习 就是这样听起来 例如说好了 我们可能是在一般的学校里面 我们教的可能是某种科学的知识 那科学的知识 我们可能会有 比较是一个单点的学习 然后这单点的学习 当然会讲它的原理原则 可是它还是在一定的范围底下 可是你今天要谈的是 例如说柔皮这件事情 或是刚刚谈到的酿酒这件事情 那如果在一般的这种正规的教育里面 它就是一个酒的比例 成分是什么 可是不是 你们讲的是整套的 整套是一个历史的架构式的文化式的发展的过程 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有趣 一方面也比较好记住 这个东西会觉得好好玩 然后跟我的生活有关 原来 然后我在学这个过程当时 就不会很枯燥 我干嘛去调比例 我可以去听故事 我可以从故事当中去了解 原来这个过程当时需要用这种方法 这种比例去酿酒 它才会有这样的味道 而且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在做尝试 对因为像小米酒这件事 就是会给我们老师试喝嘛 因为是不会给小朋友试喝 只会给可能一点点啦 但是像我们老师喝就说 今天是好酸喔 或者今天在过甜 或是这个米的那个 发酵味道太重 或是微苦这样 那我们就知道说 那这样比例不对 那我们再试试看什么比例 这样 我觉得这个过程都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那我们反而不会说 什么酒精跟什么都要急比一急 会产出什么样的结果 没有我们这就是随机 然后真的觉得OK 我们试喝觉得OK 才把它记下来说 原来是这样子 什么急比急这样 我觉得就是一种实验精神 跟文化生活的结合吧 对 还是一样听起来很美好 对啊 当然我们来谈到一些问题 但是其实有时候是那种 这些教学的意义 或者是它能不能推广 常常会是在于 我们对于所谓的学习这件事情的想像吧 对我们的学习想像 如果我们的家长老师 甚至孩子都是从 自视的这个过程上来 它事实上反而去限制它的想像力 是 我最想要请教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 您在这个实验教育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事实上你也亲自的实作 甚至你也开始采与的规划 也在实际的教学 你觉得台湾目前的这些实验教育 特别是在族群的这种文化教育上面 还有什么样可以改善跟调整的空间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族人要有心 跟可以更组织化的去推展自己的文化 那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周族前面 他甚至是希望说可以建构那个 传统的知识架构 这样 那当然这是一个很美好很美好的愿景 我们期望加上有一天也是可以看到 但目前在就中小学端 我觉得周族真的可能因为人较少的关系 要做成有架构化有一定的难度 那别的族 我看泰雅族排湾族 就还蛮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一块 因为他们可能人很多 那加上他们推行也比较久 所以更多的资源或是产出吧 都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看见 那当然还是会希望说 虽然是不同民族 我觉得还是可以各自交流 取经说你可能怎么样去发展教材 因为我相信大家发展教材的一个模式 应该就是类似的 因为当初都是从零到优 对我觉得互相交流也许是一个很棒的做法 这样 实际上面可以有什么样的调整 例如说 我不知道例如说 刚刚特别说周族人是比较少 可是会不会相对应要有的支援 或是后援的系统可以更多 我当然是觉得说 如果能有正式的公费生师资 周族的公费生师资能进到学校服务 是最棒的 第一个他是好榜样 孩子们的好榜样 第二个他对文化够了解 第三个我觉得他也了解教学 也了解文化的话 相辅相成 这件事就可以让我们的文化课 甚至是时间教育能走得更长更远 对 在这样的一个教学的历程当中 会有成就感或是无力感吗 当然两者都一定会出现 因为 我记得我刚开始来那一年 然后小朋友跟我说 老师你讲的周语好奇怪 讲的什么周语 周语好奇怪 我说 就跟你们讲明南语很奇怪 是一样的 就 干嘛要说我讲的很奇怪 很受伤 不会到很受伤 只是会觉得有点 就是翻个白眼就觉得 怎么这样 重点是他也没有讲得很好好吗 好然后 我就 我需要交唱 所以我当然是需要先练习 花很多时间去练习 就等于我在唱外文歌是一样 那后来唱一唱 他就问我说 老师你怎么今天唱的 就是这么流畅这样子 被肯定 我对 因为我练习啊 我说好啊 你看我都可以 你就不能 你就没有借口说你不会了 真的 所以我觉得以身作则吧 当然无力感一定是有的啦 就有时候你可能想要做一件事情 但 却不是你认知当中 你会的事情 就是必须到处去寻找 资源跟求救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会特别感觉 哈 喔好累喔 这样子 对但是有时候看孩子们上了课 可能很开心 或是他觉得获得像什么样 等下我们可能去 拔菜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很开心 对啊 或是看小朋友做一个什么样的成品 我就觉得 我们都很开心这样 对 不过俗话说啦 就是做得对的事情 天使都会来帮你 哈 那当然有些天使还没来 可能可能 或是还没有找到 但是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 可以让召唤出更多的天使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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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起投入这样的一种 族裔教育文化教育 因为它的确是非常根本 非常重要的一种教育的方式 那也需要更多的支持 陪伴跟各式各样的资源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有喜欢再来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